中共牢牢 绑复习近平的方式 从其登基时就已经开始 五年之后 这场绑架升级到了巅峰 事实上 习近平生于中共建政后四年 历经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年代 中共文革中品尝了黑帮子弟的屈辱味道 父亲遭迫害 当至今见证苦难 却又接触过西方文化及进步的理念 应该说对中共有所认识 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 习近平还是希望进入中共 获得一席生存之地 所以习近平实际上耳濡目染 从读大学开始就近年在党文化的染缸中 一直在专制体制中摸爬滚打 习近平作为江泽民效仿 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2012年开始执掌中共邪恶政权后 从废除劳教制度 试图挽救民族勒基 恢复传统文化等方面 被认为是其作为的表现 习近平在鼎立反腐中的成就 无形中使其形象拔高 也给了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 类似造神运动大量的素材 中共的邪恶基因注定了 不可避免的个人崇拜 在中共创始人毛泽东被三欺开 魔头面目被揭破之后 邓小平六四屠城的凶残 江泽民卖国淫乱贪腐治国 以及胡锦涛被钳制 男友作为的背景中 中共党魁的真实面目 以及九平共产党展开的 中共罪恶面目 都令中共难以畏取 在面临被解体中 树立一个精神领袖 成为中共的所谓当务之急 也因此习近平在领袖 就是党的化身 党就是领袖的躯壳中 被推上悬崖 中华民族的未来 似乎密切关联着习近平 在危险的信号中 媒体开始发声 人民报8月7日 发表署名李威的文章 习近平必须在十九大前就敲打你 对将要踏上不归之路的习近平 最后一次规劝 文章说 8月5日 中国日报网易这5年 习近平这样论述党的领导位体 想证明习近平从来都是保协党的 李威在文章中列举了新华社 转发的上述文章中 是如何暗示习近平从来都是保党的 进而指出 习近平理智的话 应该嗅到一个危险信号 那就是中共在绑架他 打算让他与邪党同归于尽 李威分析道 习近平刚当任的那几年 因为身在体制内 失权没有真正掌握在他手里 我们认为他不得不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是一种策略 习近平五年执政接近尾声 将派势力也多数被清剿 党政军的大不全力已经掌握在手 中共看到了这一价值 大批体制内的党徒 以为这是垂死前的一碗三汤 不遗余力地开始为习近平抬轿 文章说 习近平成为了习核心 最高统帅和领袖之后 中共用捧杀的方式毁灭他 让习近平开始享受这种领袖的感觉 迷恋这种氛围 在把众多贪官污吏打落马之后 真的以为自己有把党改造好的能力 而且也认为自己基本把党改造好了 文章最后认定有着历史使命的习近平 已经迷失了方向 不抛弃中共 如果再天灭中共的时辰 到来之时 你还执迷不悟 没有完成你的历史使命 那你就万一一步了 向历史交代不是保中共 8月13日评论人士周晓辉在向历史交代不是保中共的文章中 也就习近平保共的话题进行了阐述 在是非成败转头功的历史禅河中 尤其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承担巨大责任的当权者 如何书写好自己历史的这一页 如何向历史交代 尤为关键 周晓辉表示 中国再次到了历史的转折 关头是一个共识 这是拘于大量的事实 中国道德沦丧带来的不可逆转效应 信仰缺失 各行业无德 司法 军队 官场腐败 环境污染严重 毒物泛滥 社会动荡不安 而天怒人怨的积淀 可以追溯到信仰撒旦交代马克思发誓毁灭人类 到信奉马克思的中共 戕害了至少八千万中国人的事实 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祸乱世间 祸害是人的罪恶本质 文章回溯具有相似背景的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的台湾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连任两届台湾总统 成为在专制体制中 解体装置的第一人 当年蒋经国 接力书写的总统处理国家 大决策的基本原则中 就可看出 首先是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 不在乎目前的毁誉 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 为了建约 蒋经国开启了台湾的民主之路 而他留下的经典语录中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一直受到后世推崇 可以说 文章其与习近平最好的 应当借鉴的历史 从开放党禁 报禁开始 立即放开言论 进而向民主过渡 一个没有暴力的和平转型过程 是基于统治者对国家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周小辉的文章暗示 习近平如若不能抛弃中共 不向民主 势必成为千古罪人